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264集 大概用了二十多分钟 一个长三米 宽两米 深三米的沟便被清了出来 深坑之中望着鲜红的血液 而且还是潺潺而流的状态 宛如是小溪一样 这 这怎么跟地下水似的呀 娃吉师傅从车上下来 看着面前的场景 惊得师傅这么一提醒 张凡也感觉有些像 他从旁边拿了一根 长达五米的钢筋 直接便插入那深坑之内 接触到血面之后 一点点地往下插 直到张凡把手里面的钢筋 插到和地面相平 也没有插到底 五米的钢筋 进去了三米坑的高度 这汪鲜红的血液深度 显然是超过两米的 张凡沿着坡度往下移动 一点点地把五米长的钢筋 全部插入其内 仍旧没有到底 他皱着眉头思索片刻 把那钢筋抽了出来 对旁边的方好明说 赫明 你在上面观察 我下去瞧瞧 凡哥 我和你一起啊 不行 你得留在上面观察 咱可不能顾此失彼 如果一起下去风险更大 我一个人下去 万一有什么情况 你还可以救我 那我下去 你在上面 你就别和我抢了 虽然咱们两个实力相当 可是你的经验 却没有我丰富 张凡拍了拍 方好明的肩膀 而后 不等方好明反应 他便一个猛子 扎进了那网鲜血之内 凡哥 方好明只能在岸上 干喊了一声 落入鲜血之后的张凡 感觉那股血腥味 变得更加浓郁 他忍着肝傲的冲动 拿着强光手电 在血池里面撕下张望 身处血池中的张凡 依旧看不见血池的底 血池四周很是宽阔 也看不到边际 而且水流的力量 在推动着张凡的身体 缓缓往着东边移动 张凡现在也没什么头绪 边顺着水流游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就这样 顺流游了一分钟 只感觉鲜血越来越浓郁 能见度变得越来越低 除此之外 便再无别的发现了 张凡在水下待了五分钟 依旧没什么动静 不过 他感觉如果再不回去 狠狠地就要被呛死了 他不得不游回了原来的位置 然后缓缓地浮出水面来 凡哥 下面什么情况 下面是一条地下河 水流仔细向东 越往洞流 血液颜色越深 能见度起低 不往东边游了两三公里 也没能到了尽头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发现 那 那凡哥 接下来咱该怎么办呢 张凡挥舞双臂 向着岸边游过来 上岸 暂时没什么好办法 这天也晚了 干什么都不方便 就先这么放一宿 明天再说吧 对了 张总 这边的情况 都有谁知道啊 除了咱们在这儿的几个人之外 就是他们老板了 张胜利指了指 那三个开挖机的师傅 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 我立刻就封锁了现场 毕竟这里是要盖独假村的 而且我们几个的资产 也都压在这儿了 这要是传出了什么邪乎事 独假村建成之后招不来人 那我们可就真的是血本乌龟了呀 张胜利一边说着 一边给张凡递过来一包抽纸 张凡一边擦着脸上和头上的靴子 一边点头 这里面不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或是宝贝呢 张凡也不希望让外人知晓 两人目的虽然不同 但出发点却是一样的 所以在保密这事上 张凡不许多言 他从旁边捡了一个矿泉水瓶 从湿透的衣服里 挤出了一些血液 走吧 先回去休息 明天再过来 张凡说吧 众人都是答应 不过那三位师傅 被张胜利以支付高额报酬的方式 留了下来 看守这里 不让外人靠近 用了半个多小时 张凡几人回到了主路上 在这个期间 张凡给马志勇打了个电话 让他派个人过来 郝明 带着张先生到县城酒店里面去住 好好洗个澡换身衣服 有什么事 我给你们打电话吧 张总 不用了 县城距离这里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车程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等我们再赶回来 很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你在这里 应该有办公室吧 有的 那就是我们的办公区 张胜利直指不远处 工人宿舍区西侧 三层的板房 张总 你回家吧 我们两个留下 在你办公室里面住 顺便在你办公区里面洗个澡 我带的也有干净的衣服 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 我们可以及时处理 这 这样行吗 张胜利把目光投向了方浩明 方浩明是他女婿 怎么样都可以 可张凡是客人 而且还是过来帮忙的 让张凡住办公室 这显得招待不周啊 行的 爸 你先回吧 凡哥不是外人 那好吧 那我就回去了 见方浩明也这么说 张胜利便不再坚持 他转头 对司机说道 小王 今天就别送我了 我自己开车会 今天晚上 好好照顾张先生 还我女婿 他们估计还没吃饭呢 让大厨 把我今天刚带的龙虾 鲍鱼 还有海参 都给他们做了 记住 让大厨好好地做 是 张总 张凡刚想拒绝 张胜利手机响了 他接起电话 跟对方聊着 好像是出了一些事 向张凡和方浩明 用手势道了个别 便开着他的奔驰S 离开了 小王十分客气地 把张凡和方浩明 送去了他们的办公大院 办公大院的建筑 虽然也都是板房 但是质量却都是非常的好 院子里十分地干净 院子中央升着国企 还有公司的旗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